而花蓮市的清潔隊同樣是沒有放假的 而且中秋節大家烤肉團聚會製造更多的垃圾量 清潔隊也已經做好了萬全準備 而也有企業特別感受到他們很辛苦 準備了400多份的肉夾模還有飲料 犒賞所有清潔隊員 希望他們可以補充能量也激勵他們的士氣 花蓮市清潔隊前擺了一場桌的物資 上頭400多份的肉夾模還有飲品全都是良友營造 在中秋節前夕所帶來的慰酪與關懷 因為這次的颱風花蓮這裡也蠻嚴重的 清潔隊的同仁大家都很辛苦 剛好碰到中秋佳節 我們就回饋一下給大家慰酪一下 為了感謝企業的愛心 市長薇嘉燕也特別頒證感謝狀 蔡董市長的公司也很多的 請了非常多的一個工人 他也瞭解到在大太陽底下做事的一個補益 辛苦 特別花費了買了一些這樣的小點心給慰勞大家 他也特別謝謝我們辛苦的清潔隊員 在這邊我也要特別謝謝我們蔡董市長 也希望說未來如果還有機構或是有一些社團 如果要買一些給我們清潔隊員的小點心 都可以跟清潔隊這邊再做一個聯繫 那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給清潔隊一個鼓勵跟加油 另外市長也提醒市民 在中秋歡聚的同時也務必做好垃圾分類 其中貝殼與蝦殼不要丟進廚餘桶 竹籤與牙籤等烤肉用具 則務必要折斷後另以袋子包裝 以免清運時造成傷害 而清潔隊也會在中秋節期間加強破袋積茶 希望大家一起用行動愛護環境 記者 許麗芹 畫電視報導